4月18号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在北京会见理事长苗峰强率领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经贸参访团 宋涛欢迎参访团一行来访 宋涛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意 我们正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持续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只要是两岸同胞赞成的事 支持的事 我们都会尽力去做 把它做好 宋涛表示 中共二十大破坏了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内需潜力将持续释放 创新活力将进一步激发 广大台商台企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机遇 融入新型工业化进程 实现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 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宋涛表示 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是岛内民众利益福祉的最大祸患 台湾同胞要认清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的本质和危害 从民族大义 台湾前途和同胞福祉出发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 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促进同胞心灵契合 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共创中华民族 绵长福祉 苗峰强表示 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 两岸不应受到个人或外部势力影响而分裂 工业总会愿持续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希望两岸产业界携手前行 共同开拓大陆内需市场 参与高质量发展 台湾工业总会是岛内主要工商团体之一 现有157个产业工会 涵盖10万多家生产型企业 近7万家会员企业在大陆投资